谢谢小鹦鹉 今天巴婆又来到查尔斯顿市中心 这个地方呢就是传说中的黑炉市场 那么老市场真的卖过黑炉吗 我们的华人女作家胡青红 在飘着查尔斯顿第三章中 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 OK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探个究竟啦 查尔斯顿中心城区风格古旧的老市场 从来就是游客必到之处 不仅是因为探位上销售的饰品经验品 很手工 很独特 特别是当地黑人女子 坐在田草兰探位前埋头编织 让人忍不住举起照相机 这些田草取自于南卡拉莱纳水草风味的低洼地 工艺源于西非民间 成品后形态各异 创意发挥的手工田草兰 搭配小梅山市东史的生体 辽人的美国南方风俗化呀 而且还因为这座旧专替外形 半敞开市的市场 建于1807年 200多年来 始终活着 查尔斯顿是现美国境内最早一批欧洲殖民者的定居点 弗吉尼亚的詹姆斯东 公认是第一个 但很早荒废 现在是复建的主题公园 没有真实的居住者 五月化号抵达的波斯顿 已发展成现代化大都市 旧城比加城三明治 哈哈 而同时代建成的查尔斯顿 既在早期发展到一定规模 又因为输了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 急动冷宫 错过战后 美国大建设的杜金时代 歪打郑着 整座城市连带原汁原味的街道市场 一个半世纪后 成为活着的文物 别具旅游价值 一座200多岁的老市场 在曾经的奴隶制之都查尔斯顿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 这里曾售卖奴隶 并自动脑补影视距离看到的场景 美国第一代黑人奴隶 近四城是从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登陆的 在统计学范畴 几乎全部的非裔美国人 都有祖先在查尔斯顿被交易 据史料 大规模的交易发生在沙利文岛 城区往北一个被类合 割离的孤立小岛 极小一部分被带的市区 在白老街与东湾街的空地转售卖 但查尔斯顿老市场 从来没有卖过一名奴隶 因为市场建于1807年 地块是平克尼家族捐给查尔斯顿市政府的 条件是永久作为市场 不得太用 跨国努力交易在1808年被美国政府喊停 以后即使有 也属于个别走私 不会明晃晃放到市政府的地盘上 市政府凭空得了熟地旺铺 收入的租金足以应对养护维修 又有承诺在先 所以两百多年来保持着原貌 没被逐利的资本分修成容量更大的现代商商 飘的续集 斯嘉丽曾以这个市场为窗口 描写了南方战败后 窘迫而不识风度的市境生活 斯嘉丽就是飘中的好私家 追爱到查尔斯顿 慈善的婆婆带她的市场买菜 鱼鲜摊 肉禽摊 蔬菜摊 大铁杯咖啡 限瘦的肉肠 一路打招呼 自然地将它引荐给战后 查尔斯顿受伤 封闭 台外 传统的上层社会 平克尼是查尔斯顿早期 如雷贯耳的大家族 要理清他家的关系是复杂的 因为在欧美 父子 祖宗 同名很多 或者是用显赫的外族父母名字 像他家这样 不仅自家牛 而且与蒙当户地的拉特雷七家族 米德顿家族联姻 牛人 聚满家族树 名字重结 更多 我们只需知道 平克尼家族拥有的土地和种植园 得用一串 炫木的数字来表述 他家老太太的陪家 包含四座种植园 并成功引入 种植电青 让南卡在水稻 棉花之外 又多一种经济奏物 他去世入葬时 美国首任总统 华盛顿为他抬官 他家两兄弟 作为南卡罗莱纳州的代表 去参加了宪法起草 大会并签名 集升国富行列 家族出过至少七名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到南北战争时 平克尼家族已经不那么风云了 小说斯加利 写到查尔斯顿在战备后十年 恢复跑马赛 全程参与 赶念旧时盛况重现时 提了一句 平克尼老先生也来了 这样一家大种植园主 大努力 留在查尔斯顿记忆中 绝对不是恶霸形象 相反却获得敬重和纪念 现在查尔斯顿很多地名 如老市场旁边的一条街道 另外还有小学 城堡都冠名平克尼 与老市场隔两个街区 有一座旧奴隶市场博卧馆 旧损的老建筑面向谭克路 宫门铁栅栏 烘托着苦大仇生的氛围 当地旅游介绍上 比较少推荐它 深入了解历史的人知道 它是有点蹭流量的 或者说象征意义 大于遗址意义 查尔斯顿于1856年宣布 不得在公共场所交易奴隶 于是一些交易就转入私宅类 这里是其中一处私宅 在此之前的50年 全美停止了奴隶跨国交易 所以当时美国市场上只有卢三四代 而且风散在南方各州的中资源 若有交易会选择就近 不会再用到查尔斯顿 而且当时距离南北战争开打只有三年 据林肯费罗宣言五年 所以这座查尔斯顿私宅类的交易量 应该极其有限 并且是零星的 我曾花几美元猛票进去参观过 庭院设置有奴隶展台 厨房 停尸间 有文字说明 有黑人奴隶的录音控诉 参观者稀少 我这张也是少数族裔的黄面孔 被守门的黑大姐盯得有些不自在 老市场周边街道 许多特色餐馆 查尔斯顿靠海 以海鲜为特色 很多餐位摆着露天 啤酒 音乐小分吹吹 十分惬意 当地海鲜的做法 简单粗暴 鱼 虾 背 果粉油炸 直接把健康食材 做成垃圾食品 话说 榨母丽是我的最爱 进餐馆逼点 外壳酥脆 泪里鲜嫩多汁 塔蟹汤 是查尔斯顿特色菜 我好奇 蟹以脱壳 取肉切碎 加奶酪和香料 熬成浓稠 跟汤 还能分出 它和它 后来知道 查尔斯顿这一得意的神厨秘诀 就是把蟹黄 拌入汤内 形成独特的 塌蟹风味 这厨艺 与苏式面条的 突黄油 对食材美味的保持和发挥 还是低几个楼层的 有街边小吃的地方 生活气味特别浓郁 市场不像查尔斯顿的外滩 炮台区那么高冷 漂时代 老市场周边 哄居着各式人等 平克尼街 14和17号 曾是黑人小业主的住宅 蓝币战争前 南卡罗兰纳州 有一万名黑人自由民 其中的三分之一 住在查尔斯顿 做些小生意 有意思的是 黑人自由民中的70% 也是奴隶主 他们一般通过借款 把自己赎身 用作生意挣的钱还款 有些生意需要帮手 而白人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故宫 所以他们只有再去买些奴隶 有的买回来后 既当老婆又当劳工 本质上还是奴隶 花钱买来的 就是主人的财产 没有平等 自由自主可言 他们是当时 南方社会黑人的最高等级 有的是白主人 与黑奴仆的孙子 肤色略浅 有棕色贵族之称 战后 在南方各州 以黑人身份当选议员的 基本上来自于这个群体 种植远利的黑炉也分等级 小黑孩子长得十来岁时 开始风流 活络乖巧的 当贴身卢谱 能学得进东西的 去厨房 缝纫 工具 马车房 致力于洞和块头大的 去大田 B4链 以赐为屋里的 院里的 大田的 如果让屋里的去干 大田的活 那相当于局长犯错误 将为科职适用 资深的贴身卢仆 如飘重的黑妈妈 不要说对其他黑人 就是白人 比他家主人裙的 他也看不起 南北战争中 种植远利的少爷 参加部队去前线打仗 都带着贴身男仆 负责秦杂 飘中十二橡树中原的 白马王子魏西里 就带着他的黑人卢仆摩西 去参加哥迪斯堡战役的 战争需要人力支援时 如挖战壕修工事 种植远主会派去 自家的大田奴隶 奴隶解放后跑掉的 基本是大田奴隶 有体力 能另早饭来 用起好的封一道一些田地 自给自足 屋里院里的黑炉 粘性较强 一方面是战后混乱的情况 很难找到更好的食素条件 另一方面 与种植远主家庭的联系家更密切些 现在的漫步查尘旅游项目 很多把出发点定在市场街 引人注目的有马车游 十来人乘一辆马车 赶车的兼导游 沿途走走停停 介绍城区的老屋和背后的故事 也有导游带着步行 可以进入一些老剧院和老屋博博馆 看得更细一些 都是不错的选择 条件是雅思七分以上 因为全程英语讲解 若英语水平略欠一点 输起我的系列 读书可以加二分 老市场是飘时代的CBD 中心商业区 除了菜市场 路边摊 当时的年米厂 棉花仓库 银行都在这一片区 安森街28号 铁门上写着金字28的石头建筑 是当时百万富温 威廉姆斯的棉花仓库 查斯通港就在边上 启用方便 教堂街181号 是威廉姆斯家的银行 现在是餐馆 旅店 混合体 白老街85号 现在联邦法院的附属建筑 曾经是救世主班传奇人物 透露霍姆的物业 他在查尔顿的豪灾区 商业区都拥有物业 他是我在南北战争史料中 最欣赏的人物 作家玛格丽特 大概与我有同感 选他为原型塑造了飘的男主角 白瑞德 透露霍姆是第三代查尔顿人 少年丧父 17岁从学徒工作起 修炼30年成为和偶人 到南北战争爆发时 他53岁 已拥有数座种植园 船用公司 酒店 码头和仓储 在疯狂而严重的战争年代 他既保持着难得的人间清醒 又忠诚于生他养他的土地 战前南方狂热地喊占人群众 没有他的声音 战争开打后 查尔顿被围城炮弓 他立即出钱将孤儿院 搬去后方的欧兰之堡 当查尔顿港被北京封锁 物资难以净出时 他的公司是最优秀的封锁线突破者 他把南方邦连的棉花用去英国 换回紧缺的药品 武器和生活用品 其对南方的贡献 不被前线厮杀小 他熟悉查尔顿港口 复杂的水道和潮汐规律 船制的性能和船员的技术 被北京封锁舰队都要好 他在纽约 乌利浦设有分公司 仍卖广泛 南方用不出去的人和货 他是终极解决者 南方邦连经济陷入空尽时 委任他为财政部长 据说他保存的南方邦连 金库最后一笔钱 没有落入北京手里 战后 许多钱富豪一贫如洗 而他荣然过着有钱的日子 并致力于慈善事业 帮助因战平制平的白人 也帮助流落街头的黑人 他还成为战后南方民主党人 夺回州长和议员位置 重掌政治大权的背后金主 他每一出手都帮在点子上 低调而深不见底 他在去世前 为每一个子女都做了妥善安排 而这位超级大富豪的墓碑 却简陋到极致 低矮的石块上 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 和身足粘域 活得精彩 死得干净 难怪成为一代飘蓝神 老市场有四段 大盆式平房组成 靠会议街这头 夹盖了两层 雕花铁服器上去 四根白色立柱撑起门囊 连结后部大厅 据说设计师当年分版了 希腊雅典娜女神庙 一向古典至今 龙望市场的会议室如此艺术 可见查尔斯顿早期建设者的开阔眼界 1861年 蓝北战争第一枪在查尔斯顿打响 数千名南风子弟 从偏远乡村 涌到查尔斯顿报名参战 招募整地地点 就在这灯楼里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 1899年 南方老兵重聚查尔斯顿 有人提议建一座博物馆 抢救历史记忆 大家捐献了战争中 使用过的各种物品 旗帜 剑 制服 时任查尔斯顿市长和议会 都是曾经的南方邦连战士 投票同意将这处建筑 作为南方邦连博物馆 许多年轻人 从这里出发成为南方战士 现在这里收藏南方记忆 我十多年前出到查尔斯顿 看到老市场楼上挂牌 南方邦连博物馆 有些意外 战败方 竟然还能堂而皇之拥有博物馆 如此包容 净几日再访老市场 发现蒙媒上 均刻着的联邦之女 已经悄悄改成了 在市场大厅的博物馆 查官网得知 这里面容然是南方邦连博物馆 容然可以买票进去参观 但是得发邮件预约 南方邦连是 飘时代的南方政权 战败后解散 为此而战的南方民众 陷入地域半的空境 四年战争 投入了全部壮劳力 田地出残锐减 库从一点一点地 挤出来支援军队 最后冷炫时 又被占领军 抢光 施光 烧光 战前生龙活活 政府的小伙子死了尽半 侥幸回来的 颓废残缺 妈妈失去了儿子 妻子失去了丈夫 孩子失去了父亲 老人失去了依靠 悲伤废墟中 女人们站了出来 抱团互助 南方各地先后成立了 各种名称的 关心孤儿寡母委员会 募集钱款物品 志愿服务 安排寡母的基本食宿和养老送中 开始免费学堂 让孩子没有书念 飘中 老南方上层社会的所有女性 都加入进来 并以此工作为骄傲 三十多年后 瘟宝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寡母大多去世 孤儿已经成年 更年轻一代接棒 整个老南方地区的组织走向联合 改名邦联之女 转向精神层面的抚慰和重建 失落的男人需要赞赏 牺牲的生命需要意义 南方的先辈需要宗崇 未来的道路需要勇气 他们设立了勋章 追降战争中的南方英雄 因为美国联邦的勋章 只搬给北京 而不会给叛乱失败的南军 他们筹款买下重要邦联建筑 予以保护 建立博物馆 收藏展示战争遗物 近几年美国风风扬波的 猜雕像运动 那些战成各大城市地标的 一百多宗前南方联邦人物雕像 是他们审吃俭用 扣钱建造的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 邦联之女居然喊债 多少代人的传承 温软却任性的坚持 或许这就是老南方的情怀 生长在不同的家庭 地区 不同的人种 国家 所占的立场肯定有差异 观点肯定有风起 利益纠葛天然存在 老市长的故事师傅在说 战争和对抗 从来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办 只会扩大裂痕 冤冤相报 增添世仇 和解 包容 妥协 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破坏力 OK 胡金浑说得真好 愿和平 团结 一直伴随着我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爸爸的视频 就请点赞 订阅 分享啦 谢谢 阿ihi 捏 顾 配 各人 各人 对 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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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Public 甚至